好,歡迎來到Block and Cut Games的教學 現在叫做太陽神祭司的第二部份 這部份就要講遊戲的流程 以及如何計分去到贏出這個遊戲 好,我們遊戲設定完了 現在我們就輪著大家的回合 每個朋友在他的回合上 很簡單,基本上就是 在這個袋裡,我們會抽一個圖塊 抽出來,OK,如果不是太陽神 即是你不是這樣的標記 好,那你就把圖示放在下面 好,二次類推 到下一個玩家再抽 如果不是太陽神,我放在下面 好,那你何時才可以進行拍賣呢? 很簡單 你有兩個情況之下,你可以進行拍賣 第一個情況就是 當你在這個袋裡抽到太陽神的方格 你就放在上面 好,好 幾多人玩就放在有個數值的太陽神的格格上 三個玩就放在上面 好,OK 好,當一有太陽神出現的時候 我們即將會進行拍賣 好,那我先把太陽神好看 好,然後我們來拍賣 那怎樣拍賣呢? 怎樣出價呢? 就是我們剛剛會分配到這些 價值的圖塊 好,那麼多人 我們每個人就會出一個 那誰先出價呢? 就是抽中那個 下一個玩家 他就先出價 是的 那你就每個人出一個 很簡單 那你最大的 那當然最大的 就是拿到拍賣品 那拍賣品是哪裡呢? 就是下面這些 那就可以拿到 這裡全部的拍賣品 那當然你可以選擇棄權 如果全部都棄權的話 那就沒有人拿到這些 那你如果拿到的話 那怎樣呢? 好,例如你今次 有個玩家 他用這個 13 他覺得值13元 下面這些行的 OK,那麼他用13元 13這個東西 放在這裡 放在中間 放在中間 OK,那他就拿回 1這個東西 就是拿外面那個 那個數值的錢 這個東西 放在自己 那裡 但蓋上它 即代表你在這個時代 我們玩三個時代 在這個時代 你不要再用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就屬於你的 那你下一個時代 然後就可以用回 好了,那每次都是這樣的 那就可以拿走這些方法 好了,那這個是第一個拍賣 即你會導致拍賣的原因 就是出現太陽神 OK,and 你可以在你的弧頭 你… 你可以… 你可以不拿圖塊 對,如果你不拿圖塊 那可以怎樣呢? 那可以主動進行拍賣 那你如果主動進行拍賣的話 就說 就同一個人說 我現在進行拍賣了 好,拍賣了 好了 那也是 那個Player 下一家 開始 出嫁 對,直到你 這樣就完 好了 但如果你是主動 拍賣的話 OK 那這個遊戲 這個拍賣過程裡面 至少有一個人出嫁 對,如果你之前那些 沒有人出嫁的話 那你都必須要出嫁了 如果你是主動進行拍賣的話 OK 好了 那就要拿回下面這些圖示 又放回你的價錢 放在那裡 拿回中間這東西 變回你下一個時代 可以用到的籌碼 好了 那我們怎樣會完結了一個時代呢? 就當 大人神標記 假設三個人玩 這個一個 我們不斷會抽的 填滿了這裡 這裡 填滿了最後 那就要完結了 對,完結了一個時代 或者 當所有人 都 都用完他的籌碼 我們每次用完 就會拿回外面的籌碼 對 每個人都用完籌碼 這個時代也會結束 兩個原因是會結束的 對,每個時代 OK 結束的時候 會怎樣呢? 那我們就會 排回自己的圖塊 OK 有一件事很特別的 就是 我們的圖塊 我們要有一分前後 當你抽出來的時候 你看到前後 的話 一個選擇是用邊面 放出來 例如我選擇用這個 我現在選擇用 綠色 我選擇用紅色 都可以 之後放在這裡 就可以了 OK,好了 我們完成一個時代 我們會計分 好了 怎樣計分呢 你可以在這塊圖塊上面 告訴你怎樣計分 好了 我來講一下 好了 如果你是 你抽中這些 這些人 這些農民 戰士 或者是商人 和輸利的話 OK 好了 有四種不同的人 前頭兩個 好了 如果當一個玩家 擁有至少兩個農民 好了 那 如果其他玩家 如果是最多的 那他就有五分 如果沒有人 有兩個農民 誰都不會有五分 好了 那 如果有一個玩家 他四個人 在這個時代 四個人都有的話 好了 他就可以獲得 兩個生命之符 如果有三個不同人 的話 低一點的人 好了 有四個人而已 好了 就有一個生命之符 所以他會計分 真命之符 好了 建築物 建築物基本上 只有這些 前後也是兩個 很簡單 如果你有四個不同 有十分 如果你有三個不同 就只有五分 這個沒有的時代 計分之後 我們會馬上派些分 當然會有祭司 有分 災難 你會有災難卡 放在這裏 你會抽災難卡 如果你要拍賣的話 你必須要硬吃了這個災難 因為你要了所有的東西 你會 災難怎麼計 如果你有一個災難 這個時代 又有一分 兩個災難 三分 三個六分 不過是負一 負三和負六 詳細的說明書 和表 都會有寫的 有兩樣東西 是最美才計分的 就是金字塔 最美才計分的 還有生命之符 我們最美才計分的 OK 好了 我們完結了第一個時代 我們完結了第一個時代 之後 我們把 剛剛計分的那些東西 就是金字塔 還有生命之符 就不是那些 將這些東西 我們會放在這裏面 我們不會放在袋上 好了 然後 如此類推進第二個時代 我們進入第二個時代之前 我們就將剛剛我們之前 在blog拿回那個籌碼 好了 我們可以顯示 做你金毛回合的籌碼 如此類推 我們會玩三個時代 到第三個時代 我們就算了 我們也要別人第二個時代 之後又要計分 第三個時代也要計分 但是第三個時代 我們會計算金字塔 和生命之符 這樣的分數 那金字塔 那些東西要怎麼計分呢 那麼 如果有越高 就越不安定是越高分 還是不同的顏色 有很多不同相同的顏色 所以你就會高分一些 所以常人寫的 那些說明書 和Pubblog也有出口 好 身命之符也是 如果有四個的話 就只有20分 三個是10分 那就如此類推 所以到最後 我們有一個可以分方法 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將你最後的回合 拿回的籌碼 我們會開 我們會計算數值 如果這個數值是最高的 又有五分 如果你的數值是最低的 那你會扣五分 就是這樣 我們將第三個時代的分數計算 然後計算金錢塔、生命之虎 成人標記的分數 到最後我們看看誰是最高分 最高分我就贏出這個遊戲 《太神的祭司》的遊戲教學就到此為止